穿雨衣不理會機車大累累的坐在馬路上 嘉義知名的手工蛋捲服役宣 採買人潮實在多到誇張 一整圈人潮把路口堵得水泄不通 不管是摩托車還是小轎車要經過都困難 過年前戲開放排隊 等到八點四十分一到 排隊人龍一轟而上 在馬路中央的曹化線搶拿號碼牌 看起來相當危險 位於嘉義西門街與成功街交叉口的 服役宣蛋捲店 每天早上都湧現排隊人潮 由於農曆年將至 排隊人更多造成路口堵塞 交通亂象 大部分都是黃牛趁機烘排價格 遭當地住戶投訴 住戶受不了 一大早五六點 排隊人潮就開始聚集 聊天 吃早餐 吵架等 衍生出環境噪音的問題 有民眾投訴排隊人潮也造成交通混亂 車禍頻傳 不排店門口 卻在巷弄 路周圍影響交通 還堆積許多垃圾 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只希望有關單位儘快處理 還給居民安靜空間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 一定被拼禁止 緊揪 kisses 我們在了解 也會想用 我們在將 妖精壘 然後利用